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叫Benny Benny is Latin for well Benny这个,它是拉丁语的这个好的意思 其实我们讲过这个W跟这个B的这个关系 A benefit is a good result or effect 叫做benefit,其实它意思的话就等于 它就等于一个好的结构或好的印象 Something beneficial produces good results or effects 叫一些事情的话,如果是beneficial beneficial其实就是benefit的一个形式 就一些事情是beneficial 那它会产生good results,好的影响或好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它学这个词绘课 它其实就会产生一个好的影响,好的结果 不一定是学这个英语 我们说其他方面,文学方面的素养也会提升 The Latin root can be heard in other languages as well 就这个拉丁词根就指的这个beneficial 它在其他的语言中也可以听到 比如good or fine,good or fine就是好的意思 In Spanish,就在西班牙语是这个词 这个我也不会念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一下 法语中的你好叫Beru,对吧 就笨猪的意思,我们有这样开玩笑的一个说法 In Italian, just say bene, bene就好的意思 其实我们要懂得N跟M的一个关系 然后原音字母AEIOUK互换下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懂得叫bene跟这个BON 这个E就不管它,E跟O其实是原音字母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叫B-O-O-N 其实这个单词的话其实就是叫做给什么什么 给生活带来方便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BOOM,叫BOOM,叫BOOM 有个M,M的话嘴巴要BX,BOOM 其实这个单词叫繁荣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名词 给生活带来一个便利的一个东西 大家记一下这个词就可以